日台跟假讨论 歡迎光臨疯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嗚嗚滿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指者郭哲隆 嗯 你幹嘛 你好變態啊 你感覺是不是蓮在寧物那種欸 你有一樣寧物嗎 沒有啊 從頭都被你消滅掉是不是 沒有 對啊 你這個為什麼突然打這個 因為我是妮妮啊 妮妮她就會拿著兔子生氣的時候就 打 哪個妮妮啊 蠟筆小吃裡面的妮妮 妮妮 好冷的那個梗了 沒關係 你跟我年代不同好不好 好來 你們那個年代的啦 我年紀比較小啦 好沒事啦 開玩笑 軋空行情 何時會結束呢 什麼時候結束 真的 大家很想知道 這裡有軋空 農卷也有34萬 35萬張 那這個會不會 已經真的是軋空了 已經軋了1500點 嚴格來說已經軋了4000多點了 會不會結束 這個會不會結束呢 因為很多人知道已經軋空很緊 可是什麼時候結束 要請教三位專家 而且什麼時候結束 要看這個現象 哪個現象 第一位來看一下 今天吃飽喝飽 昨天也吃很飽 喝非常飽的 只是肚子可能不舒服的 林玉凱分析師 哎呀哎呀 沒有 對的還好 還沒反應過來 好 因為其實我們講這個 軋空行情通常是 最顯惡 最瘋狂 而且最沒有極限的 所以通常軋空行情一來 如果你是做錯邊的 我們通常就會跟他講 軋空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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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軋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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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門 Garmen 就是我講Gard 你講阿門 來 Garmen 阿門啦 阿門耶 我要倒咧 我要倒咧 Gar 阿門 阿門耶 就這樣子好不好 OK嗎 好 OK 希望你們這些做空的 逃生有門 不要逃生無門 對 來 這個玉琳蘭玉華分析師 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因為 現在其實已經很明顯是 Gar空行情 因為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榮卷還是在增加 那現在就再來看看 到底什麼時候 Gar空行情會結束 因為如果這堂課你學得好 馬上知道什麼要結束 你就可以早一點跑 所以我覺得這堂非常重要 大家要仔細聆聽 仔細聆聽好不好 玉琳蘭老師的Line 我們先跳過 沒有啦開玩笑是啦 沒有欸你真配合欸 那個N點手動很快 小豪鼠 RICH948 RICH948 玉琳老師也是很忠厚老師的 好不好 很忠厚老師的一個分析師 好不好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樣講好像玉琳老師 不忠厚老師一樣 我們都算是忠厚老師 他很厚 有有厚 滿厚的 忠厚的男人 有厚實的感覺 忠厚老師 有有有很厚實的感覺 是不是 對對對 忠厚老師 他有那個3A啊 3A 然後0 3A 為什麼3A 忠厚老師 忠我不知道 厚有 老也有 師也有 3A1B啦 3A1B啦 3A1B OK 不要臉球 欸 你不講沒有人知道啦 好不好 說我們大家都知道 下面投票 要投票是不是 投票 厚老師有 有 好不好 很厚的厚 來請下第三位分析師 成為泰 永春前大師 嗨 嗨 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這個軋空行情報網 是股票操作裡面 最甜蜜的一段 但是有很多人 都是看得到又吃不到 今天節目當中 就有跟大家特別來分享 如何看得到也吃得到 好老師 上台上台上台 請老師上台 硬著我的手 妳會不會 對 為什麼 像不像軋空手 像兩串三串膠 我想問妳一件事 妳那個睡覺都會抱這些嗎 不會耶 不會啊 好 來來 他是不是被嘎到 我也覺得他被嘎到 嘎到才不神奇 他蠻無厘頭 蠻適合他的 卡到硬 這樣更慘就對了 你感覺巨大亂打 卡到不是嘎到 你蠻適合這種無厘頭 再揍再揍 對啊 對啊 好 老師我們開始 標理他了 好 嘎空來看一下 這邊嘎空行情 來 什麼叫做嘎空行情 直接嘎空行情看一下 好不好 當銅卷放空的投資人 因為股價走勢不如預期下跌 反而呢 持續上漲 這時候呢 做空投資人就會被迫怎麼樣 回補空單 這就叫做嘎空行情 OK 那這時候如果說加上買盤 同時再去做拉抬的話 可能會使這些所謂的 這個之前放空的投資人 用更高的價格去做買進 然後造成股價更進一步的往上做推升 就形成大家所說的嘎空行情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右邊 下面這個地方 那大家現在想到聽到的所謂的雙嘎行情 指的就是 同時呢他是嘎空手 就是沒有股票的人眼睜睜的 看著股票一直漲一直漲 那麼第二個嘎空就叫什麼嘎空單 就是現在手上有融券放空投資人 股價沒有往下跌 甚至還往上漲 這就叫做嘎空單 所以這兩個嘎空一起加起來 就叫做雙嘎行情 雙嘎行情 嘎嘎烏拉嘎是不是 啊是這個雙嘎行情 你覺得是空手比較痛 還是這個被真的被 切切實實被嘎空比較痛 我覺得是嘎空手比較痛 我也覺得你知道什麼 因為嘎空嘎完以後對不對 基本上他就會受傷就休息了 最怕是嘎空手受不了了 哎呀我怎麼樣我去追 這時候最難過 心裡面的煎熬 那因為你已經熬很久 你今天下定主意就不會走了 對 反而買到最高點 對 一百塊找到一千塊 兩百塊三百塊四百塊五百塊你都不追 一千塊你追了以後 你就打定主意要走不走了 嗯 這下來 對 這很慘喔 所以去嘎空手的反而痛苦 就是可能會 不相信自己 怎麼會買到這麼高的價格 不願意相信自己的這個真實的錯誤 好不願意相信自己 真實的錯誤 來 好我們看一下 那市場上面呢 對於這些所謂的一個 嘎空行情的一個操作 怎麼做的呢 好來看一下 通常都是利用什麼 兩個方式 就是當融券持續在做增加的時候 而這時候呢 股價同時站上月線 這時候會進行買進的操作 這是市場上 那個比較正常的一個操作策略 對 融券增加加站上月線 好不好 這是我們正常的操作 這個時候是買點 對 賣點呢 好 那反過來的賣點就是當融券出現減少 但是呢 股價跌破月線的時候 這時候反而就是進行一個賣出的動作 好 但是這樣子常常會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當我的股價 當我的個股賣掉之後 股價還會再往上再多噴一段 那這時候就有剛剛所說的 有些操控行情是看得到 但是吃不到 但是今天呢 福利社就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所謂的獨家修改版的 所謂操控行情的操作手法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來介紹我們一些 獨家的修改版本 市場上一般操作 一般操作我們不要學 我們學一些獨家的 Koko你在幹什麼 你又把它丟到地上 對啊 掉下去 跟我做沒做好 掉下去 好 怎麼可以呢 是你身體比較龐大的站位置是不是 乖一點叫乖一點站好 是不是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哈可你覺得這是博愛做 讓你給你做啦 謝謝 謝謝好乖喔 好 來 博愛做不一定老的人才要做 所以懷孕了 沒事 這個表情 拍套啦 哎呀我是屬女啊 你是屬女啊 被發現了 你看電線都裝的 你看這樣 對 靠一下 來好 好 來看一下兩個範例 第一個範例呢 就是3035的一個智圓 我們來看一下智圓 那它的股價呢 從先前的 這個 57 塊錢一直往上漲... 這個時候呢 它的一個股價 一不小心橫盤疊破月線 這個時候融券開始減少 股價上漲27.54% 但是它的一个股价在我们说 这个所谓的一个卖单卖掉之后 它股价又再往上做了这一段上涨 这个刚刚说的就是可能它卖完之后 还又再往上去 它虽然龙卷减少而且跌破越线 可是卖掉它又再涨了一波 所以以前旧的市场上流行的做法 福利社觉得不行 虽然说你有赚到 但赚得不够漂亮 来看一下这是做卖掉的一个做法 这个是另外一种就是运气比较好的 就是我的股价呢在高档晃啊晃啊晃 跌破了这个月线 然后呢融卷这边也出现减少 那这时候卖掉的确实卖对了 感觉刚刚刚空行情真的结束 然后靠这个感觉靠这个真的准了 一个融卷减少跌破月线 一个准一个不准 其实那都是运气 真正的做法我们要看什么 好不好我们再去看一下 对 真正的一个卖点的一个掌握啊 除了刚刚所提到就是抽码面 我刚才看他画面他看 你刚才切他那种很累的画面 你知道吗 我刚刚打喷嚏啦 把他那个假 比较不要假啦 比较真实的一面拿出来啦 好不好 打喷嚏啦 打喷嚏啦 好 好 那觉得你讲的无聊打喷嚏啦 嗯 那这怎么办 对刚刚那个操作过分 没关系 我觉得维太老师对你也是没有激起热情 之前那个Amy老师他很喜欢 对不对 你自己说小孩他是不是对Amy老师特别喜欢 你自己说 是 是 你看 好 哦 哦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重点是他没有否认的喔 诶 就是他说 没有啦 我也觉得你蛮漂亮的啦 来说出口 你讲完话他就打喷嚏啦 所以到底这话到底该不该讲 所以你就不想承认吧 我现在 我就给你台阶下 他就是 诶 维太老师蛮老实的喔 他就不愿意称赞你 那不是我问题啦 好不好 那没关系 你有打喷嚏也代表有人想你 说不定是玉环老师 的格 诶 玉环老师也不愿意 玉环老师也不愿意 可是刚好有两位老师没来 应该是Eason 应该是Eason 我就是想 我心中想那两个人 可是我会隔壁不是 哦 没关系 应该是Eason 你们这样没有丢来丢去 来来来 那你们这样小孩怎么办 那不然小孩就你来处理啦 好吧 我结婚了 他第一次在节目上讲这个 逼不得已 逼不得已 来来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对 这个来看一下 你空空更难过 我支持你 好不好 好 打他就好 好 来 好 我们利用这个RSI指标 再加上融卷的一个减少 就可以比较精准的掌握到 就是股价在短线上面的一个反转的讯号 那为什么軋空航行搭配到RSI指标 就能够抓到这个所谓的一个 軋空航行的转折呢 主要原因上就是说 因为RSI指标 他用法上除了这个超买跟超卖区之外 他还有一个比较常常使用的方式就是 指标跟股价 他出现的背离情况 当股价创高 但是RSI指标没有创高的时候 这时候就代表他已经出现股价的背离了 那一旦出现背离股价可能就有短时间之内 拉回做修正的一个可能性 那这个时候如果同时搭配到融卷减少 就代表说这个軋空航行的潜在买盘 也正在减少 那这时候的股价随时就有机会出现这个反转向下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RSI指标的背离 再加上融卷减少这样子的一个讯号 就可以抓到股价的高档的转折点 高档的转折点 所以要搭配RSI喔好不好 RSI指标喔好不好 那到底什么是RSI呢 对我们看一下 RSI教授相对强弱指标 他的算式是这样 最近NTN的上涨幅度的平均值 除上这个最近NTN上涨幅度的平均值 加上最近NTN下跌幅度的平均值 他的百分比 那如果说他的尺越大 就代表说他这个相对强弱的一个这个 这个强度就越强 相对乖离比较大 什么叫乖离大乖离小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大盘走势就知道了 是 好不好 我们看大盘走势来个季线就好了 来个季线 对 季线 以前都在季线 不容易锁住季线 以前都只有这样子 这季线附近好不好 都就这样子 对好不好 现在季线这么长 他离季 他离季 他离季多少 1000多点 这就乖离过大 是 你季线比较远 通常就是要 有时候要回归 或者季线要上来 好不好 因为偏离大 大家想卖的就会多 对啊 结果比较容易会有震荡 这就回归到正常 比如说我常常想 我常看Michael Jordan 为什么 为什么他儿子 为什么就 就不太会灌篮 为什么不让你打NBA 因为Michael Jordan 就是一个偏离职 就是一个偏离职 真的 真的我想这些 NBA球星的儿子 女儿 儿子女儿 为什么球季就还好 或者真的不够高 其实他们本身就是个偏离职 叫做回归 到正常的数据 所以统计学 有时候也会告诉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好不好 没事我扯远了 好来 我们去看 所以回归到正常值好不好 有时候偏离到远的 所以人家做什么背离背离 就讲这个现象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看下面 这个左边这个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股价涨涨涨涨涨涨 涨上去了之后 股价过了前波段的高点 那这时候的融券是在减少没有错 但同时更重要的是 它的RSI的指标并没有过高 就形成我们刚刚所提到 这是RSI指标 对 就形成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股价过高了 但是呢 RSI指标没有过高的背离情况 那这时候如果同时搭配到 这个融券的一个减少 嘎空行情的一个减少的话 这时候很可能就造成股价 从高档出现转折的情况 所以RSI也要串高的比较 是 RSI其实它是来不及过高的 就股价过高了 但是RSI没过高 这就是形成一个高档的背离 高的背离又怎么办 就会下去了 高档的背离会进行修正 但是高档背离修正 不一定会整个就是波段结束 对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 好 刚刚我们看两档个股 一个是3035的支援 老师可是RSI太高也不好嘛 对不对 RSI就相对强弱的部分 对 那如果说它前一个波段相对强 这个波段相对比较弱 那就是所谓的背离情况 好 所以基本上 这边要串新高 RSI也要跟你串新高 对 就是股价必须要跟着RSI一起走 同步的 我刚才讲Michael Jordan是另外一个观念 好不好 我是说背离过久会拉回 那是另外一个观念 是现在讲的是 股价要上去 RSI也要上去 好不好 好来 然后看一下这个支援的部分 当时股价往上去突破了月均线 对 那它的这个龙卷是往上做增加 这时候就出现这个所谓买进讯号 已经涨27%了 对 后面为什么涨 你不要看龙卷减少 对 你要看什么 RSI 对 后面这一段整理完之后 再往上去做过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 RSI跟着往上做过高 是 它是属于整理完成之后 另外一个波段展开 那这种的一个过高呢 就不是所谓的一个背离情况 可是老师这边下去的时候怎么办 RSI也快下去了 如果这边下去的话 就是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 那正常情况下 就是所谓的这个股价 跌破月均线 然后呢这个所谓融卷 会走掉嘛 那可是问题是 RSI串高是后面才有的啊 因为如果这边下去 就不会有后面RSI串高这件事情啊 是 对 那什么时候才会走掉 那我们看右边这张 看右边 右边这个 好 宏达电呢 在当时呢 融卷 这个股价突破月均线嘛 嗯 那融卷是往上做增加 是买期讯号嘛 是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可以发现到 股价在这个地方过高了 股价这边有创高了 对 比这个前面这个高点还要高 可是RSI这边跟这边比 就没有办法过高 比较矮一点点 对对对对 好 老师你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重点不会 你可以 退一下吗 为什么Coco 下面大声 Coco你对这种笑话 特别开心耶 我想说那两个在搞 我们告他骚扰 对啊 好 老师这边RSI跟这边有点下来了 对 好 下来 这边形成一个股价过高 但指标没有过高的背离情况 这边跟这边比 这边比较低一点点 对 股价创新高 这边还比较低一点点 就背离了 就背离 好 那背离情况下呢 再加上融卷这边出现减少 那这时候就是一个卖出讯号 好 背离了嘛 对 背离了 RSI加融卷减少 不是要看月线而已 这么简单 这个福利是独窜的 你不要只看月线而已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下一个 所以呢 综合上面的一个说明 我们可以大概整理出来 就是 嘎空行情的一个操作策略 首先就是 在我们在评估买进讯号的时候 最好就是 靠着这个融卷增加 同时呢 股价占上月均线 纯粹技术分析看就可以 技术技术加筹码线就好了 这时候不需要在RSI呢 是出掉的时候看RSI 好不好 买进的时候是融卷增加 占上月线 以前以为出掉的时候怎么样 出掉的时候 以为只要破月线 没有 有时候 只要融卷减少 而且RSI 没有算新高 对 股价算高 RSI没有算新高 你就要先出什么 对 先出一半了 对 破月线要全出 是 我们福利社呢 这边帮大家设计出来 就是两段式的卖法 第一段 就是融卷呢 它开始由增转减 然后连续三天减少的情况之下 这时候呢 股价跟RSI出现高档背离 这时候我们先出一半 因为刚刚提到的 股价背离不代表它的波段会结束 那什么时候趁是确定波段结束 就是股价跌破月线 而月均线也开始往下弯的时候 好 这时候我们就出第二次 出第二次 我们分批 好不好 卖的时候分批买 来 站上去你也不会难过 对 因为你还一半 下去呢你也告诉自己 其实我也出一半了 是的 方例一 这个是6531的爱普 当时呢 股价在这个地方 站上月均线 那同时呢 融卷开始往上做增加 这边做买进 融卷有增加 买进的这个地方 大概是在720块钱 是 因为站上月线了 一路一路一路 来 然后股价涨涨涨涨 涨到这边了 股价过高 但是指标 没有过高 没有过高 然后它形成了背离嘛 那同时呢 融卷这边也在做减少 那就形成了 RSI晚下 第一个卖出讯号 第一个卖出讯号 因为RSI有点晚下 对 有点晚下了 股价这时候串心高 对 看到股价有串心高 股价这边比这边还高 好 这先出掉一半 第二个跌破月线呢 再出掉 对再出第二半 这总共来看一下 左上角的获利 这一来一晚呢 赚29%也赚9% 平息起来19.4% 19.4% 因为各50%的权重 我们来看下一个 来 好再看一下 3034的联勇 OK 那一样呢 刚我们的一个股价 占上月均线 是 然后呢融卷出现增加 融卷增加了 嘎空开始 嘎嘎 乌拉嘎 还是嘎嘎 乌拉嘎 还是嘎嘎 乌拉嘎 乌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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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那股价长 涨到高点的时候呢 股价出现这个 创新高 创新高 可是呢 它的RSI的部分 有点晚下了 有点晚下了 这个你看不懂 你可以按数值 你可以点一下 对 对 都会出现十字箭头 是 一般软体都有 基本上所有软体都有 是的 这时候呢 就是股价跟RSI出现背离 那同时呢 就看到融卷在减少 这时候先出一半 那结果呢 股价就一直往下跌跌跌跌到 跌破月均线 然后融卷还在持续做减少 融卷一直减少 对 融卷减少 而且又 又背离的时候 就先出一半 融卷在减少又跌破月线 再出一半 就直接走了 对 基本上只要 这个时候就可以走了 我们看最后一个来 好第三个是3042的经济 年勇靠这个做法 我们可以赚13.6% 第一笔赚18% 第二笔赚8.7% 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好再来第三个是3042的经济 是 同样的 用这个融卷增加 融卷增加 突破月线做一个买进 突破月线买进 对 什么时候走 来 好涨到股价过高 但是RSI没有过高 呈现背离的时候 同时融卷 这边很明显没有过高 对没错 融卷这边去做一个减少 就代表说 他这个第一个卖出去 那就成立了 是 那我们就先卖一半 跌破月线再成立 再卖下一半 再卖另外一半 好我们总共赚多少 来 好 24.8% 因为第一笔算33% 第二笔算16% 对 好我们再看一次 这边为什么没有穿高 来 这边你看啊 这边股价 这边比这边高 对 可是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边对 刚好因为刚好遮住 这边比较高 这边比较矮 对 你算新高怎么这边RSI比较低 这是背离 好不好 没理由来看一下 可可来 老师 卖一次的胜率比较大 为什么要分两次卖 我统一第一次卖掉就好啦 他这个问题不错 对 而且他脑袋也是有讲出不错的问题 是的 我看懂数字 可是我刚才已经有讲过了 来 因为我们刚刚在一开始有提到 有时候我们一卖的时候 他可能震荡完之后 他会再往上过高 是啦 就是你还是有可能上去 你有一次卖只是误会而已 就是他背离完修正 他不一定跌破月线啊 他如果是在守住月线 再往上冲高第二波 也是有可能 是啊 所以我们会分两波去卖 就是RSI不是只是低到保险而已 对 他不是绝对的保险 他有时候也会有失真的情况 来 玉凯老师 你有什么想法呢 想当年啊 我公跟南洋的时候 公跟在南洋街的时候 对 那时候我就上过一趟这个 技术分析的课程 其实跟维泰老师的方法有点像 只是说他是把下面的RSI 换成MACD 其实准确率也蛮高 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 好 MACD也可以 或MACD有没有背离嘛 就算你是有没有背离嘛 玉凯老师你呢 我是觉得今天 我不用想当年 我是今天学到很多 因为RSI我跟各位时代 我比较少在用 就发现今天这样用下来 可以把一些卖点啊 找得更漂亮 我觉得是还蛮好用的一个指标 好啦 它本身就有卖点的感觉 对 那卖点两种啊 双关于好不好 谢谢老师 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想法好不好 所以軋空行情何时会结束 怎么样 就看这现象 我以为你要拿 把那个拿上来打一打 没关系 赶快来 所以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你想要看疯狂的Coco嗎 要吗 还是看疯狂的Cococ 要吗 那你就知道 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八点上线 一三五是解盘影片 二四是教学影片 要订阅我们频道 开启小铃铛 最后还是Coco 谢光宁 疯狂股市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 废废大力多 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啊 拍声音我都亲自降临了 是不是 一开老师 一唱歌 然后歌神神 邀请 买这套 交易之前 要开启小铃铛 走 疯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诉你 人家 二叶楼创造 想先到 开始想打 疯狂股市福利社 我把三个嘴巴 好厉害哦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该如何才是 只有谁能快点 告诉我 没听他 不要让情人错过 怎么大呼 感觉好像盯着我 最高杀敌的经验真的痛 培养纪律常 我确实帮你 我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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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吧 右边是谁 我好害怕 一个一点 我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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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凉高 稍罪低 谁又改掉这坏毛病 不是很多 疯狂股市福利社 二叶标志郑福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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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叶标志郑菁 二叶标志郑菁 野标志郑菱公司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 蜜蜜蜜